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白敏堅 我們先主任教授 教授同學 我們今天謝謝 唐政偉的反忙之中 抽空來到四星大學進行訪問 我們先會在聽完唐政偉的簡報之後 開放大家進行提問 我們現在有請唐政偉 謝謝 我們今天其實是一個演講 並不是訪問 但是大家如果在slido上面提問的話 我是盡可能我所知道的都能回答 那我們如果看到上面有多於一個問題的話 會很鼓勵大家用按讚的方式 因為按讚的數量越多的越會浮到頂上 頂上的問題我就會先看到 並且先回答 我們的進行方式 我大概會先講個大概10分鐘 因為一開始 我接到這個需求的時候 是希望我談一下關於口罩 特別是1.02.0的這個議題 所以我會先做一個簡短的簡報 在簡報過程裡面 就歡迎大家問問任何問題 問問問題就是透過slido 那之後呢我會再切換回slido 那就按照大家所提的問題 按讚的次數來回答 那當然在整個進行的過程中 從現在到1.02.0都歡迎大家舉手 舉手的方言 有些順序高過螢幕上面的 所以隨時都歡迎大家舉手提問 這樣OK嗎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那大家可能知道說我們在 就是我是數位政委嘛 那負責的就是數位方面的跨部會協調的工作 那我們在國發會有一個頒布的 去年頒布的叫做政府數位服務準則 那這個準則就是我們現在在設計政府數位服務的時候的13項原則 那這13項因為網路上面都有 所以我就不在這邊背書 但是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充分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然後要建立一個跨領域的團隊來提供多元的服務管道 那這三個大概記得 大概數位服務就比較不會出差錯 所以我就拿最近口罩1.0到2.0這個很實際的例子來解說 我們政府數位服務準則的一些想法 那口罩1.0就是所謂的藥局的實名制 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 我就不多介紹 但是在這裡面我們要怎麼樣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特別是所有在第一線的包含鑰匙跟購買的民眾的需求呢 在裡面我們就發現了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所謂的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的意思就是說 資料的搜集者他願意說不管搜集到什麼 他如實的就直接公開 公開的時候呢是用機器可以讀取的方法 不是只是做一個PDF或者是一張圖卡 那而且呢他不對他的使用 加以任何授權上面的限制 他最多就只要求這個數據來源 就有點像就是在學術上面 你會說欸都等我誰寫的一樣 但是呢你要拿去做商業應用 你要拿去做其他的應用 都是可以的都是合法的 那最後就找到開放資料 開放同時是開放格式跟開放授權的這兩個意思 那所以呢它比像說我們在每一次的藥局刷健保卡的時候 它的庫存系統就會扣掉相應數量的口罩 那這個庫存系統因為它是即時去跟健保室連線 所以健保室就可以有一個決定 就是說它是每天結束的時候 才把一個統計資料公開 還是它願意每三分鐘左右 就把它所有手上即時的資料去進行公開 那當然我們知道健保室是選擇後面這種 那它公開的方式就可以選擇 就是它是用一張圖卡等等公開 還是它是用開放的格式開放的授權 提供給所有的使用者來運用 那它同樣也選擇了後者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就有像新聞藝術這樣子的一個app 那這個app它是一個網頁 那大家如果是用過口罩供需平台的話 口罩供需應用平台的話 那是好像是我麥克風的 如果用過 好吧 可能真的是這樣 知道嗎 好 那如果有用過口罩供需應用平台 上面大概有100多個應用的話 這個是最底下最右邊的那一個 它就可以即時顯示出來 目前口罩有貨的家屬試面數量 剩餘比例 然後有一個非常一覽無一的這樣子一個 分區的包含時間什麼 有點像是股市或期貨操作 供需筆的限度等等 都即時的給所有人看到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所有人都看到實際的困難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針對實際的困難來進行解決 那我們看到第一個困難就是 藥局 藥室機構 包含衛生索等等 只有6000多家 口罩的發出量 就算每一家都工作80小時 事實上還是有限的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數據問題 那但是看哪邊它的需求是高過它的供給的 我們也實際上按照這個儀表板 所提供給我們的數據 去讓願意加入的藥局 有更多的口罩可以配送 所以這個是在1.0裡面進行調整 但是也告訴我們人口覆蓋率不足 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當然就是這個機制設計的問題 因為一開始是所謂講求公平性 所以就是先到先那 那先到先那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事實上它的意思就是 願意付出時間成本的人會拿得到 比較沒有辦法付出時間成本的人就拿不到 所以它雖然公平 但是非常消耗大家時間的一件事情 那而且這個消耗時間 並不是只消耗顧客的時間 對每個個別的顧客而言 可能你就是才得10分鐘的對 但是對藥室而言 它的工作時數會因此拉長非常多 所以藥室的人力痴緊 也變成我們的第二個挑戰 那這件事情呢 同樣也是一個機制設計上面 我們要考慮的事情 那當然第三個 這個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如果大家的工作是 好比方說新聞工作啊 大部分的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的時間 是比藥室的工作時間長的 意思就是說 大家下班了之後 藥室也都下班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是 完全沒有可能拿到口罩的 就等於是說 系統性的被排除在拿到口罩這一個 那你的選項就只有 把健保卡交給家人 請他們幫忙派 就是跟同事上街 大概只剩這兩種選項 我們在公共衛生上面 我們希望的是 它達到一個補給率 可能就是七成 當然最好到八成的補給率 那如果人口裡面有一定的 趴數 就是那些工作時間很長的人 無論如何都很難拿到的話 那這樣子就會造成在公共衛生上面 一個比較不利的因素 那這樣R20 就是它傳播力 就很難有效的去抑制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就組成了一個 跨領域的團隊 來做所謂的10月2.0 那10月2.0 為什麼是跨領域的團隊呢 因為在公部門裡面 它結合了 就是剛才講到的 健保署的這一套系統 因為畢竟還是主要是用 健保卡進行購買 但是呢 它也結合了官貿網路公司 就是它到所得稅的那一套系統 到所得稅的系統的好處 是說它能夠承受非常大的流量 那健保的這個系統的好處是說 它能夠即時的去反應庫存 即時的去存到大家健康存症 而且還有APP 已經能夠做10名的人 只要健保寬移通 所以這兩個是缺一不可的 如果你只有健保寬移通 而你有官貿這套系統的話 那就非常容易這個流量沒有辦法吸收 但如果你只有官貿這套系統的話 等於就只有督卡機的人 才能夠買到口罩 那這也是很難接受的 所以這兩套必須要定在一起 那當時我們只有三天的時間 進行開發 所以這兩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 但是除了工部門裡面之外 我們剛剛也看到的包含社會部門 就是剛剛新聞藝術等等這些朋友 還有就是做超商地圖 像這個是做的特別好的一個叫做口罩指南 它可以很容易的讓你看到 藥局的營業時間之外 當你把它zoom out 就是到一個比較大的空間尺度的時候 它還會自動 只把就是比較有貨的藥局顯示出來 然後略過那些比較沒有貨的藥局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使用者體驗設計 但除了社會部門跟工部門之外 我們的經濟部門就是所謂的私部門 在這次二年裡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命令私部門去做什麼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設計出一個 很好的機制之後 讓他們來幫我們去進行promotion 去進行這個機制的就是宣導 那這個宣導他們的方法 當然跟工部門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宣導的方法就是大熱美買一送一 中熱拿買一送一 天然水六元兌換卷 以及精品美式買一送一 現場消費金的會員點數翻倍 那這個都是工部門比較難使用的這種流行機制 不過他們手上整天都是有這種流行機制 但是對他們來講 為什麼他們願意釋出這些流行機制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承諾他們說 無論如何不會讓他們在櫃台找零 因為這個概念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說你在藥局你要付錢 你還要排隊 假設你只有十分鐘的時間 你九分鐘都花在排隊跟付錢上 那你只有一分鐘的時間去看藥局的商品 並且進行選購 那你若排了九分半鐘 那你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時間 去選購藥局的商品 那所以當然有些藥局進化的也很快 就跟那個神奇寶貝一樣 他們自己也做了類似自動販賣機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非常棒的 但是在超商呢 因為我們很難說 每次超商都幫我們裝一個口罩販賣機 這個成本實在太大了 所以我們的一個妥協就是說 那無論如何不讓他們去找零 不讓他們在櫃台去浮現 這樣子的話你根本不用排隊嘛 因為是預購 那你也不用找零 所以如果你有十分鐘的話 你只有一分鐘用來拿那個口罩 我實際測過嘛 我只花了57秒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還有九分零三秒的時間 可以去選購超商裡面的商品 包含什麼大人 美雄人等等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對超商的不管是人流也好 不管是他的商品的促銷也好 顯然都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 所以雖然他們是當然有社會使命嘛 但主要還是要賺錢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就願意幫我們設計出搭配的優因 來讓更多人能夠使用 那當然剛講到人口覆蓋率不足 那一個是公衛上面 我們最主要創生的事情 那超商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當大家都競相推出 這樣子的promotion 行銷的服務之後 我們就可以動員高達11,176家超商 這樣才是第一輪的 之後可能還有更多 那這樣子的話當然平均起來 他們零一中的距離就更近 比起6000多家藥局來講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這6000多家藥局把它減掉 我們是在這6000多家藥局上面 再加上11000多家的超商 那當然它的人口覆蓋率 就增加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工作時間長的朋友 尤其是那個剛剛那個 頭照印表板 新聞衣術來源印表板 告訴我們說 絕大部分都集中在雙北跟新竹 那這些朋友們 因為工作時間實在是太長 就是爆肝 那他們事實上是 沒有可能去藥局排到隊的 那這些朋友們 對他們來講 24小時營業的超商就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所謂多元的分別 這個服務環道 就是有一些是給上班時間 其實沒有在上班 而且時間比較多的朋友 好像有一些長輩 那有一些是跟 就是下班的時候 要是要下班了 因此他一定要24小時營業 才能夠拿到頭照的朋友 那這個就是一個人作息的 究竟取貨方 那當然這個 每一次當然我們都會有所精進 就是在我們的政府順服務 裡面的第四條 就是不斷的精進這個服務 那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看到沒有排隊啊 很方便啊等等等等 那我們也確實準備了 233萬人的量 那它也有160萬人左右 就大概七成的就是使用量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不斷的收到大家的一些反饋 那包含這個支付的方式 可以配更多元啊 或者是說它到底能不能夠說 我就是在取貨的時候同時續購啊 等等這些功能上面的建議 那我們也是目前是一輛車尾走勤 不斷的疊待這件事情 當然之前大家最大的恐懼就是說 我就是我花了七塊錢的處理費 但是只拿到三片喔 覺得心裡不是很甘心 那當然就是從接下來 下一個回合開始 下手開始大家就是訂購的 其實就是九片了 那如果九片 那大家付七塊的處理費 其實感覺就稍微還好一點點 那所以大概就是以大家的實際的經驗 跟Vibank為基礎 然後我們不斷的去調教 我們的這樣子一個服務 好 那所以以上就是 一大題嘛對不對 好 那大概已經打完了 我們還有四十分鐘 那所以就看大家 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 還是我們就從螢幕上面開始 或者想有朋友想要先舉手發問 沒有人欣賞他嗎 那我們就 有 有 不好意思 來 就是有親屬住在國外的 就是現在行政院有那個已經開放 可以寄口罩到國外嗎 對 是 有 就是兩親政之內嘛 然後兩個月 然後可以寄三十遍嘛對不對 那就是從記得人的角度來看 他不管是透過郵包 透過快遞 或什麼方式 只要收的人跟記得人 是兩親等之內的這樣子一個關係 那兩個月就可以寄三十遍出去 那當然這三十遍哪裡來的呢 就是說如果國外的朋友們 他的健保卡放在裡面 那這樣你就拿他的健保卡去拿就好 現在也沒有什麼單雙方的分別 如果國外的朋友健保卡放在身上 他可能要買一個賭卡機 然後拼到超商 然後他的親人去拿 然後再寄給他 那如果這兩個情況都不太符合的話 可能就是親人自己之前 稍微有存下來的口罩進出去 大概就這三個貨員這樣 謝謝政委 這個真的很好用 家裡的這個大熱場都會使用 那我想請教一下 日本IT大使 因為我們這個銷售這個博士 非常方便而保受他們童年的責難 他還可以取過機 那我想知道為什麼日本做不起來 是因為他們沒有健保IC卡這樣的東西 兩國這些最大的差異 他們沒有辦法推廣像這樣 他也跟你請教過 那日本現在口罩漫漫的模式還是有點亂 還沒有辦法像台灣這麼好 為什麼呢 這兩國的差異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我們在Twitter上面其實有一些互動 滿正面的互動 所以我們也不斷的跟日本的朋友們 就是互相討論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健保的使命制的這個制度 是最大的差異 其實我們從日本的角度來看 他們的Minecard 就大概相當我們的自然人品證 它的穿透率是差不多的 我們自然人品證可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有 但是到底就是有沒有 就是還記不記得密碼另外一回事 那但是就躺到這個報稅的時候 就是你要一定要找到自然人品證 還一定要記得密碼 那然後他們的Minecard的使用率 可能還比我們自然品證稍稍微少一點點 所以如果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使命制取貨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可能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人 在他們社會上 能夠用我們的這樣子的模式 那或者如果你要藥局是透過手動登錄的話 那這樣藥室的工作時間 就會比我們這邊其實已經非常辛苦的 還要再辛苦的五倍左右 那這個也並不容易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具體的有回答這樣 那我想請問就是因為現在遠距醫療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台灣越來越發展 就是發展越來越緊 所以我很想問就是然後你覺得就是可能 未來台灣的一個遠距醫療 該怎麼去跟實體的醫療做結合 然後未來的發展會怎麼樣 你是看好還是會有什麼未來的發展 當然是很看好 因為我們這次的疫情也讓大家發現到說 本來大家可能對於視訊並不是很熟悉 或者對視訊有一分戒心 或者是說因為上次你使用視訊的時候 可能是五年以前那個時候就是都會抽格 然後聲音也有點亂亂的 很多雜訊 然後這個表情也都看不清楚等等 所以很多人對視訊是有不好的影響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就發現說 我們在所謂環境安全的這個概念底下 大家用4G也好 用光線也好 護網也好 其實都可以看得蠻清楚的彼此的表情 那總比戴口罩看得清楚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信任就比較容易建立 比起4、5年前的那個視訊的情況 所以我想包含遠距醫療 但是也不只是醫療 也包含就是一些預防性的 或者是心理的治療 好比像說大家正在居駕檢14天 那其實絕大部分人 其實身體上是沒有病的 但是心理上是很不舒服 那所以這個時候 可能最需要的遠距醫療 反而是心理師而不是醫師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遠距醫療的各種辦法的放寬 就非常的有效 就是包含心理師在內 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醫師工作者 他可以透過視訊的方式 那這些我們在好像2015年的時候 當時就協助當時的行政員討論過一輪 那當時大家都覺得說 視訊品質不佳啊什麼有的沒有的 那但是過了5年大家再來討論就發現說 這5年這個頻寬的成長非常快 而且甚至有些AR VR 甚至在一些有5G的像北流啊這些地方 甚至都可以有一個樂團 那他的可能主唱跟吉他在一個地方 但是他的bass跟鼓手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透過5G就還是可以一起演奏 那當然這樣子他所需要的這個時間差 是非常非常短的嘛 比那個再長一點點 就不可能一起演奏音樂 那所以在醫療上面 我想有非常非常多 我們本來覺得說 你需要非常短的這個時間的距離 好像說手術等等的這樣一種 就是高風險的一種項目 在以前是根本不用想用人去做的 那現在我們也開始慢慢可以用人去做 好 有現場的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進入線上的 徐榮佑同學表示 這個我之前提到最喜歡的一句話 那是Lennon Collins所說的 There's a cracking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fe ends in 那傳統教育也是這樣子 所以台灣也產出了多樣的實驗教育的團體 會如果比喻目前的傳統教育 以及實驗教育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 在個體的生命經驗 又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呢 那我想實驗教育之餘 關心國民傳統教育 就是我覺得是research吧 那然後我們在傳統教育 就是像我們在十二年國家科法會 比較小心這個就是研究跟開發的一個角色 那研究大概就是不斷的實驗跟不斷的失敗 那這個就像Lennon常說的就是 我就知道了這幾種材質都不適合哪來用 這樣它並沒有失敗 它只是成功的發現這幾種材質都很難用這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實驗它如果願意開放式的分享出來 它就沒有失敗可言 那我們在實驗教育三法的協助之下 台灣也有的累積長達十年左右 有高達最多百分之十的小孩 可以自己在自己的意願之下去接受實驗教育 那我們在每一次課康修訂 也差不多是十年一次的時候 當然如果發現一些事情 就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如果差不多十年一次的時間裡面 我們就會去看說在實驗教育裡面 到底哪一些東西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怕放到課康 那像這一次的課康修訂 在國民教育階段最大的 從實驗教育所借取的這樣一個概念 就是素養導向的概念 不過這個我們在國文夜秀講過了 我就不多講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從實驗教育界 就是實際收割參考過來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但是有些實驗教育也不一定總是成功 那有些國外的教育方法 在台灣也不一定適用 那這樣子各個領方的醫學小組 就會特別去說那這件事情 在台灣可能沒有辦法 用這種國外的比較理想的方式來教 所以大概是研究跟開發的角色 那在個體生命經驗裡面 我覺得接下來實驗教育跟傳統國民教育 不會再是好像是兩端就是的關係 而是一個光復嘛 因為你即使是在傳統教育裡面 也有教育實驗 那你在實驗教育裡面 你也可以去運用就是國民教育的 合作問題 所以你可以運用這邊的機構 那所以你可能一個禮拜就是幾天在這邊 幾天在那邊 那你可能就是有自己的學習計劃 那你的學校校文課程 可能你喜歡 那這樣你就比較像是教育實驗 那或者你的校文課程不喜歡 那你就比較像實驗教育 但是還是可以運用學校的資源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實驗三法修訂 上一次修訂的時候 萬一成為確保說 每個學生他的權益 是按照他的年齡來決定的 而不是按照他是實驗教育 還是國民教育來決定的 以前還有什麼 什麼你要等兩年才能統整學禮鑑定啊 等等等等這些東西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完全是一年來拉起這樣 那我們就往下 張燕提同學說 之前看過這波EH有您所說的 偏向的學子也可以利用遠端課程的方式學習 在目前的影響之下 許多大學課程也改成了線上的教學 在這樣的狀況 實際就變成只有同步放映的疑慮 或者是有什麼配套措施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engagement 就是說你的詢問或者是你的意見 或者你的非緣訊息開手之類的 有沒有可能即時的去影響教師 如果那個教師他完全不回應 像我用slido的話我都是即時回應的嘛 那只是看大家能不能夠 就是說服旁邊的人按讚而已 但是無論如何都是可以回應的 那這個時候當然大家就有參與感激 是我們是透過螢幕 我們之前像社會創新巡迴會議 大概都是連到五個 或甚至六個七個不同的城市 那這些城市可能因為知道 他們有任何想法 在slido上面我都會即時回應 所以就算是視訊的品質 有時候差強人意 但音訊的品質都很好 那大家還是覺得 那我們在同一個空間 那當然像距林比臨時政府的 所謂在家黑河松的這個模式 那除了大家 我剛剛講的這情況之外 還有就是大家都去訂外送 然後訂一樣的食物 還有比方說一樣的披薩 或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隔著一幕 看到大家都在吃一樣的東西 那這樣子也會讓人 非常的有參與感 不過在教室有沒有飲食 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那所以就是 我想就是你要變成 不是只是同步放映 就是要多很多互動的層面 越多的所謂的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有共同的社會體驗的 這樣子一種物件就越好 那如果越少 就會變成二維的螢幕的話 那就大概越不好這樣子 那有兩位朋友們想詢問 每年衛福的醫療評鑑 醫院都需要耗費大量時間 跟人力整理準備相關的文書 想請問台灣是否有可能 建立醫療院所的共同資料 以線上的方式來建立 醫療評鑑的記錄 除了減輕醫護人員 每年衛準備評鑑文書 資料的負擔之外 該如何以IT這些科技技術 確保各個醫院上傳資料的 正確性與真實性 來避免誤報和謊報的狀況發生 但是它是有效評估 各個醫院的安寧療護 以及其他的醫療品質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要要補充嗎 因為我們現在有在做 安寧療護的醫療傳報的 監察院就有發現 其實安寧療護 其實有出現假病床的狀況 就是這個病床 它平常都不出現 只在平鑑的時候會搬出來 然後再把醫護人員 叫到那個病房去 做出平鑑的樣子 給體驗的人觀看 所以我們就覺得 會不會每年的評鑑變成一種病庫 可不可以用一種線上的方式 讓這個紀錄是可以每年 持續被監控的 對 其實這個就是 口罩使命是1.0後面的一個想法 就是這個在農業上面 叫做參與實驗證 我想參與實驗證 在各個領域都是一樣使用的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如果當初沒有這種 以3分鐘為9期的開放資料 完全只是靠健保署 每天來統計的話 那大家去質疑什麼安寒 去質疑什麼有沒有 或者是有沒有要是 這個事前收了300分 健保卡然後慢慢刷 等等的這些情況 那就會變成健保署 變成要承當主要的這個責任 那但是呢 因為健保署對於藥食跟藥局 說真的並沒有那麼大的拘束力 所以它也不可能真的像 就是經濟部房支所派 每一個人去每一家的 徵收的工廠去 他們產出的口罩數量 那樣子的方式 因為畢竟生產端是有限的 但是配送端有6000多家 所以這其實就是 不可能也不經濟的 這樣子一種方式 那所以當然口罩1.0的情況 就是透過開放資料 來達到參與實驗證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實際 去買口罩 然後過三分鐘刷新你的口罩地圖 就會看到藥局有減低 這樣子的口罩量 那當然這裡面也不回言 它也造成了額外的緊張 好比像說有發號碼牌的藥局 接到的客訴的量 就會比沒有發號碼牌的藥局 客訴的量要多個10倍左右 那這個是一定的 因為你發號碼牌的時候 健保卡不會同時破卡 那又因為這樣的關係 鑰匙就有一些 發明了這種自動插健保卡 然後換號碼牌的 這樣子的一種機器 就是口罩自動取號機 忽然之間它又不會接到客訴了 那總之就是參與實驗證 它會刺激各個利益關係方 去找出大家彼此之間 有所謂的可信賴的資料 這樣子以後 我們叫做資料治理模式 但是如果一開始就是採取 就是所有的資訊都集中在中央 由中央公布的這個方式的話 那民間就沒有辦法 在不斷的磨合之中去產生出 這樣子的資料生態系 所以我想為什麼像分散式帳本 等等的這些技術 現在很受人重視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可以創造出這種 參與實驗證的這種方法 所以我很同意就是參與實驗證 在這一個方面的一個好處 那包含像安寧的照顧的部分 如果能夠落實好像公平 那公平的話就會是有 兩個不同的內排關係方 實際在看同一個地方 或者是說居家安寧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各種不同的職業者 他可能透過線上的方式 來確定說這個長者 有得到良好的照顧等等 就是我們可以想像一些 並不是完全現有的模式底下 先實驗性質地去做出這種 參與實驗證的生態系 那等到它的成本降低 然後大家也磨合 我們就是朝下炒得差不多 那我們再把它移回傳統的方式來 然後來增進傳統的方式的 可以交代的程度 就是所謂的Countability 就是靠譜的程度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具體的建議 我們也會參考 謝謝 好 那有一個現場 我們就往下囉 有一位葉同學說 新冠肺炎的疫情蔓延 台灣相較於其他國家 可以在短時間之間建立所謂的 口罩地圖 甚至進一步發展成2.0等 相較於日本 我被稱為年輕新一代的IT大臣 我們在短時間之間 到底會有如何 如此多的工程師資源加入 台灣的優勢 為什麼我們可以 但是其他國家還不行 我想當然就是 從G0V的成立開始 就是2012年底 就體現了台灣公民社會的一個精神 就是不要問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先承認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那就是路見不平八道相助的 這樣子一個精神 那這裡面當然有很多文化上面的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台灣的社會部門的發展 早過總統執選 台灣從解嚴以前 就有很濃勃的社區發展 包含社造運動等等這些工作 那這些工作 持續進行了超過10年 1996年才第一次總統執選 所以意思就是說 民主正當性的建立 要晚於公民社會正當性的建立 所以公民社會一直都是 比較有正當性的 每次發生什麼重大災難 好比像說瓷器說一個數字 但是就是當地的政府說一個數字 除非大家是相信瓷器的數字 而不相信當地政府的數字 這種狀況也見不鮮 那當然環境保護的部分也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很經典的這個案例 就是所謂的這個空氣盒子 那有非常多的小學老師 那以及在意環境的朋友們 自己去安裝了這樣子 像群州啊或者其他公司 因為就是開放硬體 這些都可以製造 測量PM2.5的這樣子一種設備 那這種設備一下子 就成長到好幾千個點 那在當時就是2015年的時候 環保署才只有好像不到100個點 那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相信就是那種很精準的環保署 在離你家很遠的測佔 還是你要相信你旁邊那個小學老師 所以在這個時候 就是公民社會的震盪 就遠高於中央政府的中央性 所以中央政府呢 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像一些 臨近的東亞的政治實體一樣 就是你聚集到100元的時候 那對不起啦 我就邀請你來喝咖啡 那如果你不願意 就是對征用呢 對不起呢 可能就要消失了 那所以就是一個 很具體的威脅嘛 在旁邊很多的政治實體 都是這樣子 那但是在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的公民社會 非常的開放 所以我們一向 從中央政府的角度 來看這種東西 就威脅到我們政權政黨性的時候 我們都是抱持著 打不過就加入的 這樣的態度 所以就是 環保署就不得不去 跟這個公民社群台 尤其是他們的這個 組織社之一 還是我們中央研究院的 這個陳林哲老師 那中央研究院 我們知道是高過行政院的行政院 是沒有辦法去控制 中央研究院到底在做什麼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不得不坐下來談 那他們就說 那我們會願意讓環保署 來學習我們的這套方法 說不定願意 讓這個經濟部 或者工業局 來幫忙調整我們的設備 但是我們有對價 我們的對價就是說 你也要學我們去 不要只建那種大型的販車站 而是要做這種 非常小型的車站 而且有些地方 我們進不去 我們要說這個圖 上面有一些空白的地方 為什麼那是工業區啊 私人土地啊 這個校區老師 都不可能闖到工業區裡面 去掛空氣盒子吧 明天就被拆掉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如果政府 要加入我們這一套 資料治理的結構的話 你們也得跟著我們去 Persure私務門 然後讓他們 我們覺得他們有污染 他們一直所沒有的地方 也能夠掛上這樣的空氣盒子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盤點 然後發現說 路燈好像是公家的 那所以這些工業區裡面的路燈 就開始掛上空氣盒子了 所以就是這種 社會部門向工部門 透過比較高的震盪性施壓 讓工部門加入社會部門的 這樣子一種資料 自己的結構 然後一起往私部門實驗 讓私部門必須要去透過 有社會症狀性的方法 來搜集跟處理資料 這個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那這個如果你的公民社會的力量 比較弱 或者是你的工部門沒有這種 打不過就加入的精神的話 就不可能長得起來 但是台灣在這個文化裡面 特別是經過 我覺得2014年的戰略運動之後 變得非常的突破發展 就是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討論公共領域的事情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有非常多工程師 願意包乾去做出這樣子一個活動 因為大家覺得說 這個都是有公共利益的 而且在公共利益的過程裡面 我也可以有所學習 因為這是好像課展嘛 就是大家都在解類似的問題 那你也可以從另外99個朋友的作品裡面 因為絕大部分都是開放的 互相學習 互相切磋 所以這是一個等於雙贏的一個情況 就是參與人有所學習 但是他做出來解釋的這個題目 有他的公共利益 大概是這個原因 那有兩位朋友們問說 一開始口罩地圖是民間回報購買的狀況 就是在超商階段嘛 就所謂的這個沒有實名制的時候 可能0.0的階段 那為何後來會想要釋出資料公民間使用力 製作口罩地圖呢 目前我們規劃什麼項目也開放 民間去做得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一開始在超商階段的時候 大家觀察到的情況就是說 可能半夜2點就是五流的車子會到超商 然後就會有人騎個摩托車在後面半夜3點 去把所有可以買的都買完了 當然就有某些承擔這個是都市傳說啦 但是也有人真的這樣子做 那你知道有幾個人這樣子做 而且這個不利於分享經驗 大家就會對這個就是所謂的先買刀先贏的 這件事情開到非常大的疑慮 因為是不是被大家掃貨掃掉呢 這個正當性一下子就變弱了 那所以呢大家就花了非常多時間 那從吳詹偉就是Howard 超商階口罩地圖的作者的角度來看 他發現他非常多的親戚朋友 都在他們的家族群組裡面 浪費非常多的時間來告訴彼此說 哪一個超商剛進貨 哪一個超商還有貨等等 那可能也是因為不想一直被這個訓息打擾 我亂講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這個原因 總之不想他的親友花那麼多的時間 在做件事情上面 所以他就把大家回報的這個方式 稍微統整一下 然後讓他的親朋好友 可以PO到這樣子的一個地圖上面 他本來事實上像我剛剛所秀的那個Screenground 就是實際的超商辦口罩地圖的狀態 那其實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他很多是沒有人回報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並不是設計給全民來使用 只是給他的親朋好友來使用而已 但是常常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不小心就走紅了 他去吃個午飯回來 就60萬的帳單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對這一個工具的要求 就遠超出他本來設計的目的 他本來設計的目的是 一小群彼此認識 因此也不會互相欺騙的人 來分享他們手上所有的資訊 但是當他一旦走紅之後 那就各種策略就出現了 我相信各位聰明的腦袋 都已經想到很多的策略 那我就不在這邊一意贅述 但是顯然上面的資訊 就不都是真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這個地圖它的用處是比較有限 而且他們就是會變成是需要有一個 即時去就是驗證的這樣子一個架構 那這個架構也有點像Pusco啊 這樣子的東西 你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使用者群體 那這個群體之間還要有某種工藝的使命性 那這個也不是做不到 可是顯然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做到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叫Proof of Concept 就是說它至少證明了說 大家看著地圖去照控照的這件事情 在使用者的流程上面是可行的 主要的問題 只是上面的數據會是錯的而已 那所以我在看到了這樣子一個工作之後 就在應該是在下一個週一嘛 就是二月初 就在我們院長所錄持的口罩會議上面 去給院長看一間的這個作品 那院長一看到就聽懂了 他就說這個就很像是就是導航嘛 很多導航會給用一個這個路段 這個路段如果是紅色的 表示它是在塞車 那它會告訴你為什麼 你平常走這條路會比較快 但我現在建議你走那條路 因為那條路現在不塞車 那所以他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容易理解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我想我們有這麼就是瞬間就可以瞄動的 院長也是很幸運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說那這個顯然是有公共利益 有公共的價值 當然他也不知道技術上要怎麼做到這樣了 那反正你就去做就對了 那所以就等於你瞬間就取得了政治的授權 那所以從那個之後 當然我們就去規劃協調去讓健保署去即時開放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所以我想我們這 它這個開放的項目是不斷的開發著社群去跟健保署 不斷的討論的 所以包含像後來加入了衛生所等等這些方面 其實包含它釋出資料的格式 好比像說從鑰匙方面 它會希望說它如果還是非發號碼牌不可 它可以希望有一個助記 這個助記就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號碼牌是發到幾點 在那個幾點之後就拜託不要來了 那這個欄外本來也是沒有的 那也是在鑰匙的就是要求之下 然後才協調健保署把它加上去的 那或者本來它的這個營業時間的難為 那但是這個過程家屬是一無所知 那他們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三方視訊回整 而且家屬參與的情況 在家屬同意的前提下去取得這個個案 在健保系統裡面 可能他以前在本島已經接受過一些處置 等等的這些資料 三方能夠彼此同步 而且如果他已經失去意識 或者家屬可以帶他行使同意權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他如果看到在地的護理師或醫師 在遠距的醫師專業者的協助底下 能夠在地去做很專業的醫療處置 而且這邊的兩個醫師都一直點頭說 這樣做就對了 不用做直升級過來 那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大家都很省事也很省力 那二方面是 在地的護理師跟醫師比較有成就感 他也覺得自己比較能夠學到 中正的處理方式 不然那些全部都往台北這邊送 或者是往高雄送 往往其他地方送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才比較願意待在哪裡到 不然他可能醫學中心支援 每幾年他就是就滿頭數完 他就走了嘛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在地的朋友們也可以得到 比較好的醫療品質照顧 那我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時這個是違法的 因為護理師按照當時的法律 沒有辦法透過遠距離醫師的指導 進行治療作為 他只能透過他旁邊的醫師的指導 進行醫療作為 那所以我們在就是整個 總統的黑客送的過程 就有點像一個沙盒實驗的一個過程 就是你如果假設就好像那個 許願如果電話停 如果法定不要擋住大家的路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實驗 那經過三個月發現 這樣真的是很有效的 減低這個醫療工作者的 這個身心的負擔 那也讓在地的朋友們的護行 能夠變得比較好 那所以後來這個他們就得了獎杯 我們知道總統的黑客送獎杯 也是沒有錢的而是一台投影機 只要一打開就會出現 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那所以 那所謂是主牌 那所以如果 如果你的這個處長說 沒有預算 那你只要把總統投影出來 他就說我們要有一些捷獄款 那如果你的這個 主命說 這個是台灣內政部通行總隊 要兩步回商 那很麻煩 只要投影總統出來 他就說我們馬上去安排會議 那甚至如果立法委員說 欸這個遠距醫療 這個醫療醫師法這個修改 需要這個更多的詳細的精神的討論 那但是因為我們還有很多 更優先的法案等等 要把總統投影出來 他就變成了會期優先法案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一瞬間 他所需要的這個法律 包含這個行政辦法等等 前後修了非常多條 就通過了 所以現在這是合法的 所以我的重點是說 我想一下子就讓這個合法性 讓大家看到 那這個看到是透過公平社會 跟多方厲害的關係 所賦予他的這樣子一種力量 而不是總統一個人說 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從投影出來說 既然大家都覺得 這是一件好事 我就盡力促成 這個很可能是最好的一種 就是剛剛這邊講的數位科技 來協助既有的朋友 去做流程優化的一個方法 那最後一分鐘 我的父母親都是資深的媒體工作者 來到新聞系來演講 對目前的新聞系的學生 有什麼想法跟建議 我想新聞它畢竟也是一種創作工作 現在能夠去做這樣子工作的朋友們變多了 但是能夠去這樣子做 但是又接受過電話訓練的朋友 在比率上是減少得非常多了 意思就是說有很多朋友他是自媒體 那他也實際上擔任這個 就是事實傳遞的這個角色 但是可能比較不知道說 你要擔任事實傳遞的角色的時候 你也要有一些守門人的 基本的這種概念或基本的訓練 那這個就不是所謂的媒體試圖了 因為他本身只要隨時打開手機直播 他也就是一個媒體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媒體素養 所以我會很鼓勵大家 就是在這個媒體素養的過程裡面 盡可能的就是透過參與實驗生的方法 就是這樣讓你的讀者 也能夠參與到新聞產生的過程裡面 那現在其實像我們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範例嘛 就是Reader這邊所發起的一個範例 那Reader這個範例當然還有很多精進的空間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示範 就是說這些新聞工作者 不會覺得說他們是唯一的守門人 他們願意去結合公民社會的力量 那這些公民社會的人 有些就是名字比較正常 有些名字不是很正常 那比如說發現蔡總統的影片 聽起來都很斯文的阿飄雲 聽到南國語正常說話 就激動落淚的阿飄雲 那這些都參與了新聞產生的工作 那大家都會發現說 大家講的豆腐百分之百是真的 那每一個人都會講一些錯誤的訊息 那像蔡英文當時某方候選人說 大家會講14次訪問台灣 這個就是錯的 大家會講事實上是訪問了19次 台灣等等 那蔡總統候選人的這些犯的錯誤 有一個非常可以預測的patron 就是他都會underreport 就是說他事實上有什麼政績 但是他講成7折或者是8折 那其他人的話我就不評位 所以無論如何發言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所有參與這個新聞產生的朋友們 他們都變成了更了解說 能做了一個就是事實的少男人 你到底要付怎麼樣子的 就是自我的道德要求 然後以及他的方法論上面 可以運用怎麼樣子的一個工具 好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口罩地圖這app 接下來會如何走向 那目前當然像江明宗 他的已經外銷到韓國了 真的是就是台灣之光 韓國的在這個抵抗實名制一陣子 但是後來因為他抵抗之後 實名制之後 那他們的要求也願意用 就是開放的API開始釋出 跟台灣相接軌的這樣的一些數據 所以那一堆小的三角形 小綠色的小紅色的那些三角形 現在就是韓國人就只能在用了 那我想全世界的疫情就是起起伏伏 那只要願意採取這種 透過公民社會來賦予這個整個社會權利 而不是說完全是集中管制的這樣一個模式 簡單來講就是在還有新聞自由 跟言論自由的地方 那我們的這些工具 就還是會有人使用 即使台灣的疫情完全過去了 我想也會對其他國家有很具體的貢獻 就是所謂的台灣Can't Help 那就請了感謝大家 對 因為我希望只能在中間 可以畫上眾多了 好啦 主要旁還在中間 主要旁還要中下 但整個主要再中下 主要旁還要中下 這一個時代的紀念 對 是 是 我想他們應該是想要鬥爭 你知道嗎 那我們先放 pasture 這樣嗎 但是QR扣也很重要 QR扣也很重要 不要忘記QR 那你太誇張了 那我這邊先看一下 然後那個我們還要等一下一個大合照 可以請到喬下位子 謝謝 然後今天因為我們也做了抽籤 我們其實有很多學生想要來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做了人數的控制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的有約 可不可以再有第二次跟第三次 就是2點0、3點0次 當然可以啊 好 謝謝 那你要怎麼做 我們要怎麼做 就是 然後我們會從這邊 直接講一講 對對對 那 老師的用學學會覺得 帶波子走 都可以抓 還是不會 沒有 沒有 真的出來可以抓 好 那鼻子會走這 好看這邊喔 來 比3好了 3點0 3點0 好 1、2、3 帶動喔 1、2、3 1、2、3 好 可以喔